咱们搜索一下豆瓣电影 像豆瓣电影呢 它也是作为一个什么电影的一个评论的一个平台 是不是 很多人呢都会在这个平台当中呢 去发表自己对电影的一种看法 一种讲解 是不是 所以说当时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进入到豆瓣电影 而且呢现在呢 我们院线上线的这些主流的电影 在我们这里呢都是能够看到的 比如说呢 现在很火的你好李欢音 它也是一个喜剧题材的电影 而且呢它的主题就是讲什么 讲母爱的 对 所以说啊 当现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要根据这个电影当中 我们要抓取它的一些影评数据 那么关于当前这里面的影评数据呢 咱们可以点击进入到这个页面 对吧 比如说这里面呢 有当前这个电影的一些影员 对吧 还有一些关于影视的一些图片 啊 继续往下面去翻的话呢 你会看到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评论 对吧 比如说这里的评论呢 它分为了两种啊 分为了两种 第一种呢 它是李欢音的短评啊 李欢音的这个短评评论 第二种的话呢 它是 什么 它是我们这个后续有一个长评啊 我来找一找啊 你好李欢音的影评 这里下面的影评呢 它都属于长评 好吧 像长评和短评呢 它们之间就是我们的这个评论的这个文字 长度 它有一定的区别 是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啊 点击进入到你好李欢音 他的一个影视短评里面去 好吧 呃 比如说呢 我点击全部的短评 呃 点击全部的短评 呃 这些影视评论的数据呢 把它抓取下来 是吧 所以呢 咱们来继续呃 实现我们这个爬送案例吧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爬送案例 呃 可以爬去猫眼电影的吗 呃 你可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可以自己去爬啊 猫眼电影其实也非常简单啊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爬送案例 那么关于爬送案例的话呢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什么是爬送啊 呃 什么是爬送 什么是 爬送啊 那么爬送来说的话呢 它就是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括一下 什么是爬送 它是呢 呃 模拟成一个呃 客户端 客户端 请求什么呢 请求这个服务器的数据 以及呢我们爬送涉及到的一个数据请求 它是呃 海量的数据请求 或者说呢 呃 批量的数据请求 所以说它请求下载的数据的速度 它会非常快 好吧 它会非常快 呃 那么当时在这里呢 我用这么一句话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 什么是爬送 对吧 而且呢 模拟成客户端 当前客户端可能有很多种 比如说像我们浏览器客户端 对吧 呃 手机应用的APP客户端等等 服务器呢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百度的服务器 阿里的服务器 甚至于京东淘宝 这些各大平台的一些服务器 那么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要通过模拟客户端去请求这些服务器的一个数据 像我们今天请求的服务器呢 它就是豆瓣的服务器 对吧 豆瓣的服务器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我用一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 什么是爬送 对吧 那么既然说是一个爬送案例 它就涉及到我们爬送案例的一个一般步骤 而首先呢 我们要确定 第一步啊 我们要确定数据所在的一个URL地址 数据 所在的一个URL地址 像这个URL呢 它其实表示统一资源定位服 同一资源定位服 然后呢 根据当前啊 我们根据一个URL链接地址 可以在我们互联网当中去定位到 精确定位到我们想要的一个互联网资源 对吧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URL地址呢 根据一个我们找到的地址 可以发送网络请求 那么根据这个地址呢 咱们可以通过我们的passen代码 去发送网络请求 网络请求 发送网络请求 而且呢 发送到的网络请求之中呢 其实有包含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 所以说才有了第三步 关于我们数据的解析 像我们不要的数据呢 我要把它筛选剔除数据 对吧 这是第三步 除了之外呢 还有关于第四步 第四步的话呢 通过前面这三个步骤 咱们就已经有了所有想要的一些数据 最终咱们是不是可以把数据进行一个保存 这是我们关于 爬送案例实现的一个步骤 关于爬送案例实现的一个步骤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就通过这几个步骤 首先啊 去带大家去实现一下今天的这个爬送案例 那么 关于爬送案例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要找到数据所对应的URL地址 对吧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页面当中啊 我们想要的是这些评论数据 对 那么这些评论数据它究竟对应的是哪一个链接地址 比如说呢 我们来可以分析一下 当前呢 我们可以在页面的空白处咱们右键 点击查看网页原代码 然后呢 整个浏览器会给我们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在这个窗口当中啊 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 其实就是这当前这个网页的原数据 这些原数据 他们并没有经过浏览器的渲染以及加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复制当前这个页面 我想要的评论数据 比如说呢 我复制这一段 然后呢 在我们原数据当中通过Ctrl F 调述这么一个搜索框 去进行一个检索 点击粘贴 然后你们会发现啊 当前在我们的网页原代码当中 他是不是能够找到当前我需要的一些数据 是吧 能够找到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说啊 在当前网页的原代码当中 能够找到你想要的数据 那么证明这个你想要的数据 他所对应的一个数据请求呢 就是我们地址导航栏中的这么一串数据的地址请求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相反就假如说 你在我们网页原代码当中 没有找到你们想要的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通过数据抓包去获取数据 去经过数据的对比 然后确定数据的请求究竟是哪一个链接地址 好吧 所以说当前呢 在这里如果说你要抓一些数据包的话呢 就需要我们通过右键 点击到检查 定位到当前弹出的开发者工具当中啊 定位到这个network 这个network呢 它是我们当前谷歌浏览器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抓包工具 咱们定位到network 刷新当前页面 那么在下面 当前页面所有产生的网络请求的一些数据包 都会在下面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呈现 好吧 这是抓我们想要的一些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动态数据我们可以这么去抓去 那么咱们今天呢是不用到这个动态里面做数据是吧 不用经过数据抓包 因为呢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原数据当中是不是都是有的 所以说啊当前呢我可以根据这一个链接地址发送网络请求 好吧我首先去请求当前这个页面的数据 呃比如说呢当前要注意啊 我可以构建一个url这么一个边量 以字符算的形式 接收我刚刚复制的这么一串链接地址 这个地址呢就是我刚刚在这里地址导航栏中复制的 好复制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啊 我说了整个的爬送呢 它需要伪装成或者说模拟成一个客户端用户 怎么模拟呢 在当前啊注意 我后续用代码发送这个网络请求的时候呢 我带上一个请求头字段 这个请求头字段呢 我把它定义为head是这么一个边量 需要构建成一个字典的形式 那么这个请求头字段在哪里找呢 接下来啊我们来往我们数据包当中 这里有这么多数据包对不对 你随便任意的点击一个数据包 然后呢 它在右边会给我们弹出当前这个数据包的详细信息 然后你往下翻会找到一个request headers 在requestheaders这个栏目下面 所有的一些字段就是浏览器 它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默认的都会带上这么一些字段 好吧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 我接下来今天这个案例 需要用到的只有那么一个字段 就是user agent 因为这个字段 它是浏览器身份的一个标识 那么接下来我在请求的时候呢 我带上这么一个字段 能够帮助我把当前这一次的请求 伪装成一个浏览器用户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这个字段我把它构建成字典 剑指对的一个形式 好吧 当前在这里呢 这个字典的剑指对 冒号左边是字典的剑 右边是字典的一个值 是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接下来 要请求URL地址的时候呢 我准备的两个边量 我准备的两个边量 见面不懂了 卡住了吗 卡住的同学 直接退出去重新刷新一下好吧 并没有任何调包啊 好吧 这个卡住的话呢 你推荐大家安装一下 这个腾讯课堂的客户端观看啊 不要在浏览器当中观看 浏览器的话 经常性的会卡 好吧 然后的话 卡的同学就退出去 重新刷新一下 然后重新进来一下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有了这个URL地址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发送 当前这个地址的一个请求 所以说呢 当前啊 接下来 我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所以 我刚刚的这两行代码 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那么我可以通过第二步 发送网络请求 对 那么发送网络请求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今天呢 所需要用到的第一个模块 首先呢 咱们可以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request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是一个什么 数据请求模块 可以帮助我们使用 python代码 发送网络请求 同时呢 这个模块 它也是属于一个第三方模块 什么叫第三方模块呢 第三方模块就意味着 这个模块 它需要我们自己去安装 它并不是解释器自带的模块 那么接下来教大家 怎么安装一下这个模块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整个代码 编辑器的最下面 有一个terminal 这是编辑器 给咱们提供的一个终端工具啊 然后在这个终端当中呢 咱们可以通过一行命令啊 可以通过peb install 安装一下request 点击回车 那么当时呢 使用这一行命令 安装整这个模块呢 有一个前提啊 前提是咱们整个环境配置 没问题 好吧 当时这个环境 这个模块呢 我是已经提前装好的 所以说它会给我们显示啊 requirement already satisfied 当时你安装的模块 已经存在了 就我之前已经提醒装库了 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 环境安装有任何问题的同学 模块不会装的同学 大家都可以直接找我们 木制老师 好吧 这是我们木制老师的 这个微信二维码 你可以找他去解决 环境以及模块的安装问题 呃 除此之外呢 安装成功之后呢 接下来啊 咱们可以只使用到request 这个模块 啊 比如说 我用request 点上一个get方法 发送一个get请求 首先呢 咱们可以指定当前url 等于我们前面已经定义好的url变量 已经呢 在发送header是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携带上这个请求参数 啊 请求头参数 那么当前呢 你的代码写到这里 你运行的时候呢 可以帮助我们把当前这一次的请求啊 伪装成浏览器用户 请求这个地址的数据啊 返回的一个数据呢 首先我用一个response 使这么一个变量去进行一个接收啊 接收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函数 给大家输出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啊 咱们右键点击运行 打印出来的结果呢 它是一个监控号啊 像监控号在我们python语言当中啊 啊 它表示一个对象啊 它表示一个对象啊 那么这个对象呢 它在这里呢 我们要的不是对象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文本数据 对 所以说接下来我要从这个对象里面 把数据把它取出来啊 怎么去取呢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sponse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一个text属性 从这个对象里面提取它的文本数据啊 以及这样的方式提取出来的数据呢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在网页源代码当中看到的这些数据差不多 啊 跟我们刚刚在网页源代码当中看到的这些数据差不多 然后的话呢 我用一个边量去接收一下吧 比如说呢 我用一个html 我干一个data 这个边的接收 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来打印一下html data 咱们右键啊 再次点击运行 啊 运行完成之后呢 这里就是返回给咱们这一次的一个请求结果啊 那么这个请求结果呢 比如说当前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个影视评论 我随便复制一个一部分URL这个一部分的这个字符串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请求到的数据当中去进行一个检索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请求到的数据啊 请求到的数据当中是不是有我们想要的这么一个影视评论 是吧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比呢 可以确认咱们当前啊 在这里啊 已经正常的请求到了数据 好吧 已经正常的请求到了数据 这是我们爬送案例的这个第二个步骤 发送网络的一个请求 呃 镜像源 呃 像我们有时候安装这个模块的话呢 它默认的是使用使用的国外的镜像源 像这里的话呢 我把它配置成了国内的豆瓣的镜像源 像配置成国内的镜像源 它安装模块的速度是会非常快的 所以说呢 我推荐大家啊 就是你把你自己 PEP模块的默认的安装镜像源 你把它修改成国内的 比如说像豆瓣的呃清华的 阿里的这些镜像源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后续我们安装这个呃 这个word cloud 以及街巴分子库的时候呢 它下载的这个模块的这个大小 它稍微大一点 如果说你没有配置国内的镜像源 那么你下载的时候呢 经常性的会发生一个这个timeout报错 timeout报错 那么如果说呢 当前啊 你不会配置国内的镜像源的话呢 你也可以找我们助理老师木子 好吧 它这边呢 有配置镜像源的一个详细教程 只需要把它发给你的文件 把它拖到指定的文件 目录下面就可以了 好吧 关于镜像源的配置呢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助理老师木子 这是他的微信号 啊 呃 三个老师的英文好像不好 啊 好像不好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你是不是也不知道 呃 我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英文好不好呢 啊 呃 国内的软件下载很慢 确实啊 就是像这里的话 默认是使用的国外镜像源去安装模块的 啊 默认是使用的国外的 国外的这个速度 在国内去下载一些模块 它会非常非常慢啊 所以说推荐大家去配置国内的镜像源 它下载的数字是会非常快的 呃 挂VPN 挂VPN 它不是得花钱吗 对吧 现在搭梯子普遍都要钱啊 好吧 呃 镜像源 镜像源就是怎么说呢 当前国内国外的这个模块 它安装模块的时候呢 它是在一个网站当中去 有这些模块的这些资源文件 对吧 那么像国外的网站呢 它下载的这个资源 它会非常慢 像我们国内也有对应的资源网站 你把它配置成国内的这个资源网站就可以了 呃 我们一般统称为这个国内的一个镜像源 啊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安装这个一些模块的话呢 这个镜像源呢 你不会配置的话 你找木子老师啊 找朱利老师木子 好 接下来呢 我请指到了这些数据 是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要针对于咱们要的数据进行一个数据的解析 啊 也就是说呢 第三步啊 第三步数据的解析 那么关于这个数据的解析呢 首先呢 我们要明确一个点 我们要的是不是就是当前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些影评数据 是吧 就是这些影评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一些影评数据呢 我们首先啊 通过右键 点击检查 或者说呢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当前这个元素选择工具 啊 点击一下它 然后选择我们页面当中的这个元素 对吧 选中元素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想要的这些评论数据 它是不是都是在这个spam标签下面 对吧 比如说 这是第一条我想要的评论 然后呢 我选中一下第二条我想要的这么一个评论 然后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我把它展开 展开之后呢 这两个评论我们来对比一下 两个评论我们来对比一下 好 当前这个spam 它是不是对应的是这么一个第一个评论 第二个下面这个评论 它是不是也是对应的这么一个spam标签 是吧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我需要去进行一个评论数据的获取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获取到当前这个页面 所有的符合规则的spam标签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啊 我们呢 首先呢 就通过这个xpass去解析我们想要的这些评论数据 然后呢 把它首先把这些评论数据呢 把它保存下来 好吧 所以说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来 首先呢 关于数据的解析应该导入第二个模块 第二个模块呢 咱们可以通过import导入一个parse 这个模块呢 它是一个数据这个解析模块 也是属于一个第三方模块 安装方法跟我们之前request模块 安装方法是一毛一样的啊 一毛一样的 直接通过这行命令去安装 好吧 而且呢 这里的话呢 这个模块安装有问题 也不用我多说了 好吧 你直接找我们助理老师啊 咱们助理老师是万能的 包括发放资料 安装模块 环境问题 大家都可以找他 然后呢 接下来导入这个模块之后呢 解析数据 它分为两步去走 第一步呢 咱们首先通过parse 点上一个大写的selecture 这个方法呢 它是转换数据类型 啊 它是转换数据类型 因为我们之前获取到的一个数据呢 html delta 它是属于这个字符串类型的数据 那么字符串类型的数据呢 当前啊 如果说你想直接跟python语言交互的话呢 它只能够使用到正折表达式 只能够使用到正折表达式 所以说呢 当现在这里的话呢 我想使用xpass进行一个数据的提取 我想使用xpass 那么接下来 首先重要的做的第一步呢 就是转换数据类型 通过parse 点上一个selector 然后呢 把html data把它传到这个框里面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用一个selector这个变量去进行一个接收 完了之后呢 当前这个selector这个变量 它呢 就具有点上一个xpass数据解析的方法 点上一个xpass数据解析的方法 所以说当前这个里我们括号内部 就需要我们写xpass语法提取的一个规则 beautiful super 为什么你们好多同学都说 为什么不用beautiful super 当前呢 这个想跟大家就拓展机的讲一下吧 这个beautiful super 我们把它称之为bs4模块 这个模块呢 它也是一个数据解析模块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一般来说不用啊 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这个模块已经过时了 至于说你们怎么去了解到这个模块呢 因为现在目前互联网当中做爬虫 一些比较老的一些教程 它都是用的bs4 或者说用的这个lxml 这两个模块你们是不是都看到我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用它呢 因为啊 这两个模块特别是bs4 这个模块呢 它已经长达这个四年 四年时间没有更新了 四年时间没有更新了 而且呢 这个模块 它怎么说呢 它是便利整个文档数 整个的文档数 便利 也就是说呢 它啊 它在做数据解析的时候 它不管有没有数据 不管有没有匹配到数据 它首先做的第一步 就是把整个文档把它便利一遍 所以说就导致这个模块 它在进行数据解析的时候呢 它解析的速度和其他的模块相比来说 它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点 啊 这是只是一个相对的情况 这个速度的快慢 你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呢 它在底层 基于它这个逻辑 它解析的速度是稍微慢一点的啊 啊 稍微慢一点的 啊 R1正折过时 我什么时候说了正折过时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我说正折过时吗 啊 我说的是这个bs4和lxml 好吗 同学 啊 我什么时候说了这个R1正折过时 正折它是万能的匹配方式 包括呢 像我们任何一门计算机语言 它都可以使用到正折去匹配一些数据 我并没有说正折过时啊 好吗 呃 这个我没有说的话 我是不承认的啊 好不好 啊 这是关于这一点 然后呢 我们固扰内部上中呢 咱们写这个呃 Xpass 或者说呢 用Xpass语法去提取一下 它的一个数据吧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当前 首先我们要的是不是这个评论数据 对不对 呃 那么关于这个评论数据呢 我们来选中一下啊 通过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分析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要的是所有的span表现 对吧 呃 关于span表现呢 它是不是分析啊 来分析 呃 这里呢 数据体系它是中在分析的 对吧 呃 比如说呢 当前 span表现它都有一个class类属性 发现没有 呃 它都有class类属性 呃 比如说呢 我再次呃 选中第三个评论吧 呃 我再次选中第三个评论吧 第三个评论 它所对应的这么一个span标签 它是不是也有这么一个class类属性 啊 它都等于short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个类属性 精确定位到我想要的某一个标签 或者说某一群标签 对啊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知道这个规则之后呢 我把这个class 连同它的属性和值 全部把它复制下来 呃 复制下来之后呢 当前注意 我就借助一个浏览器的一个插件工具吧 呃 这是xpass helper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辅助写xpass语法的规则 啊 左边框框写xpass语法 右边框框对应的就是xpass语法 返回的一个匹配结果 好吧 那么当前呢 我可以根据左边双斜杠 定位到span标签 啊 span标签 它有一个类属性 我通过s符号 精确定位到它的这么一个类属性的一个值 是吧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我得到的结果是20个结果 发现没有 啊 像我们当前这个页面呢 一页数据也是20条评论 当前呢 我们在这里啊 看到的这么一些数据 它是不是都标黄了 是不是都标黄了 是不是 啊 然后拿到这个标签之后呢 咱们要取标签包含的这个文本内容 因为我想要取的是标签包含的文本内容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要标签 我们要它包含的这么一串文本内容 对吧 那么对应的呢 在这里呢 我用一txt 后面加上一个括号去获取文本内容 啊 这里是我写的这个xpass语法 那么直接粘贴到我们代码当中去 啊 粘贴进去之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得到当前返回的这些所有提取到的一个标签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这里啊 我提取到的结果 如果说呢 你不知道的话呢 咱们可以去象征性的去答应一下啊 比如说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用一个comment 我有一个呃 ments吧 comment是点上一个list 我用这个变量去接收啊 结束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print啊 打印一下这个 comment list 咱们右键啊 点击运行 上面的这个打印 我把它给注视一下 运行 运行之后呢 那么你们来看啊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当中 它是一个一个的什么 一个一个的这个 select对象 啊 这个对象呢 它就是根据Xpass语法 提取出来的这些所有数据啊 就所有我们想要的这个标签 它都提出来了 对啊 那么当前在这里呢 我要的不是对象 我要的是这个对象里面的这个数据 当前呢 因为涉及到多条数据 咱们要用这个getall方法 直接在后面列式调用 点上一个getall 去提取到我们要的所有数据啊 咱们右键再次点击运行啊 运行完之后呢 它返回的同样是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当中就是 我们拿到的一个一个的影视评论数据啊 一个一个的影视评论数据 在这里都是有的啊 在这里都是有的啊 所以说这是我们获取到的这么一些数据啊 当我们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最终要经过一个数据的保存啊 首先把这些数据把它保存下来 好吧 关于数据的保存呢 我就直接去写了 这个插件叫什么 插件的话呢 是叫做这个XPassHelper 我鼠标移动一下啊 XPassHelper 这个插件的话呢 你可以 也可以找我们木质老师吧 也有这个教程啊 就是安装这个插件的教程 它需要搭梯子 它需要科学上网啊 好吧 像我们现在呢 这个谷歌浏览器呢 它是不支持我们插件的离线安装了 好吧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找木质老师啊 然后呢 我们最终得到数据之后 咱们把这个数据把它保存下来啊 啊 把数据把它保存下来 关于数据的保存呢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withopen 我把它保存在一个文本文档里面 好吧 比如说呢 哎 这里怎么弹出这个 好 比如说呢 当前呢 我就以当前这么一个影视名字吧 就是它的名字是你好李幻音 你好李幻音 这是我们这个电影的名字 对吧 然后呢 点上一个txt吧 我把它保存为txt文不文档 然后呢 指定它的一个model 文件写物的一个方式 当前啊 我在这里呢 数据保存 因为涉及到的是一个列表 对啊 关于列表里面的这些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呃 要把数据一个一个的追加 所以说我要a append 最佳的方式 然后呢 指定它的一个encoding 文档的一个编码 等于什么 等于utf-8 完了之后呢 咱们add一个f文件对象 然后的话呢 我们啊 在这里得到的数据 它是一个列表 列表它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它不能直接写入到我们文档中去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把列表里面的元素 把它变离出来 那么当前呢 我可以构建一个负行环 比如说 我负一个comment 印一个什么呢 印一个comment list 把这个列表里面的元素 把它变离出来 变离出来之后呢 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添加到 我们这个文档当中去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的话 首先 在这里呢 咱们可以通过f 点上一个write 去写入我们便利下来的这些数据 比如说写入这个comment 写入这个comment 然后的话呢 其实这里面的数据 还是需要做一定的数据处理 因为呢 往后面去翻的话呢 它有一定的这个换行啊 来找一下 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换行符 -n 它在我们这个pathon员当中 它都属于这个换行符啊 好吧 都是有换行符 那么关于这个换行符啊 我不需要它换行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这个数据呢 咱们直接点上一个replace replace 直接点上一个replace 然后呢 把当前这个-n 换行符 把它替换成空白的字符串 我就是直接通过字符串的方法 调用replace替换方法 把这个 只要有这个-n换行符 它都会替换成空白的字符串 好吧 完了之后呢 这是我们写入的这个数据 已经没写入一条数据呢 写入完一条数据之后啊 咱们写入一个换行符 -n 这个是-n -n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写入一条数据之后 我们才写入换行符 像我们数据中间 我们不需要换行符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思路 这就是我的这么一个思路 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把这里面的循环下来的这个评论呢 我给大家答应一下吧 答应一下这个comment 咱们当前在这里右键啊 点击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呢 这是我们采集的这么一个评论数据 对吧 像一页评论是不是20条 那么这里面20个这个评论数据 它都是一个都不少的 对吧 都是一个都不少的 对吧 呃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采集 仅仅是采集第一页的数据啊 仅仅是采集这么第一页的数据啊 那么后续的话呢 我们当前这一页数据是不是还是太少了啊 呃 后续这些后面这些翻页的页数 这些数据呢 我们都是需要采集的啊 都是需要采集的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后页的一些数据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啊 来分析一下 这第一页数据 今天来说有了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后面这些页数的数据 它是怎么抓取的 比如说呢 当前我把第一页 它所对应的URL地址呢 把它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之后呢 点击下页 这是第二页 它发送地址的一个请求 然后呢 我再次来分析一下后面几页 我再次点击啊 啊 点击 然后呢 把这个图片把它截下来 啊 好 咱们来分析一下 当前在这里 它是怎么来翻页的 还点一个吧 啊 首先呢 首先啊 我们抛开这个第一页 第一页 我先把它放到一边去 好 把它放到一边去 那么后面 从第二页开始 这里的一个URL地址 它啊 有没有什么变换的规律 啊 或者说呢 你们看到的这个变换规律 有哪些 啊 有哪些 啊 呃 24460 对啊 这个规律还是非常容易分辨的 对吧 像我们整个的URL地址 从第二页开始 它变换的只有那么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start 等于20 等于40 等于一个60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这些地址 它是不是都没变 对吧 所以说根据这个规律 它是不是一个等差数列 对吧 每一页 这个数字 它就以加20的方式去递增 对吧 去递增 而且呢 在这里啊 我们 它跟第一页的数据 它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那么根据这个规律 第一页 它所对应这么一个start 它是不是等于0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手动的 把这个start 我把它改为0 啊 然后呢 点击回车 回车之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呃 这是不是第一页的数据 啊 这是第一页的数据吗 呃 加0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 你们别顾 这是不是就是对应的第一页数据 是吧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 整个的一个地址变换规律 它都是满足这么一个规律的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规律 把它构建出来 好吧 把它构建出来 呃 比如说呢 在这里呢 这里每翻一页地址 它都会变 对 每翻一页地址都会变 而且呢 它变换是有规律的 既然来说有规律 我可以构建一个for循环 比如说啊 呃 我for一个page in 一个range 那么我把它的数据范围 把它构建一下 比如说我首先采集前面10页的数据 好吧 关于前面10页的数据呢 它是0到180页 1881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不长 它是20的这么一个不长 是吧 呃 不是0到200啊 它是从0开始的啊 0到180 它才是前面10页变换的规律啊 这里一定要注意啊 我只是首先采集前面10页 好吧 如果说你想采集这个20页30页40页 你把这个数字的范围把它改大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呢 把这个下面所有代码把它选中啊 选中之后呢 按一个type键 缩进 让它缩进在整个for循环的下面 呃 缩进完了之后呢 注意 每循环一页 我们这个start 它是不是都会变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遇到一个接口 然后呢 把这个字符串前面 我加上一个f啊 f的话呢 把page把它传进来啊 把它配置把它传进来啊 注意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每爬取一页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print函数去记录一下 呃 比如说呢 正在爬取第几页数据 正在爬取第多少页的一个数据 啊 在这里记录页数呢 我们可 我们可以定一个 比如说定一个变量吧 比如说定一个page count page count c-o-u-n-t 这个page count呢 默认的首先让它等于零 然后呢 每循环一是这个页数呢 我就让它执行一个加一的操作啊 加等于 然后呢 这里的一个输出 我同样的 把这个记录页数的这么一个变量 把它输出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然后最终呢 我把这个文 之前的数据呢 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咱们就右键点击运行 啊 在这里的话 一下子它是不是就采集了前面的实验数据 是吧 一下子是不是就采集了前面实验数据 所以说啊 在当前在这里呢 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首先啊 就把前面的这个爬送代码部分呢 我们把它干掉 好吧 我们把爬送代码部分呢 把它干掉 啊 这里呢 我就先注视一下 因为后续的话呢 因为我怕这个网站啊 就因为 这个豆瓣嘛 可能怕它涉及到数据采集速度快的话呢 它可能被封啊 它可能被封 好吧 然后呢 往后继续去走的话呢 我拿到这个数据 我接下来要制作此云图 制作 此云图 啊 能不能通过下一页实现翻页 让它一直获取 可以啊 你可以构建一个死循环 然后呢 循环停止的条件啊 你可以做一个一分段 这都是可以的啊 这都是可以的 好吧 而且呢 当前啊 当前呢 你也可以获取到这个后一页 它所对应的一个标签啊 像我们后一页 它所对应的标签 它有一个和Ref属性 和Ref属性 它是不是我们下一页部分的链接地址 对吧 另外这个链接地址呢 把它拼接出来 也可以实现翻页的效果 关于这个翻页来说的话呢 我刚刚讲的这个 实现效果其实是最简单的 包括呢 你也可以去实现一个死循环啊 实现一个死循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啊 就把这个词云图的一个制作呢 把它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吧 把它讲解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制作一个词云图 数据从哪里来 我们刚刚是不是获取到了这个数据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首先为一字 open 咱们来打开这么一个文件 打开这么一个文件 我把这个文件名字呢 把它给 把这个文件名字呢 把它给复制一下 好 首先呢 我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之后呢 在这里呢 我指定文件打开的一个方式呢 用这个model 等于一个什么 等于一个r 表示只读取这个文件 因为我要读取这个文件当中的数据 是吧 指定它的这个encoding 等于什么 等于utf-8 以这个编码的形式呢 去读取文件 去读取文件 包括呢 这个打开啊 包括这个打开呢 咱们后续呢 也可以用什么呢 也可以用这个普通的方式去打开吧 好吧 然后呢 关于这里的话呢 我就用普通方式打开吧 那比如说呢 当前我用一个f这个编量去 接收打开的这么一个文件 打开之后呢 咱们可以通过f点上一个read 去读取这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数据 对吧 读取出来之后呢 咱们用一个txt 去接收 完了之后呢 给大家通过print 来打印一下这个txt 右键点击运行 这是我读取下来的这些所有数据 那么读取下来这些所有数据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去做一个 我们这个中文的分词 关于中文的分词呢 它应该导入一个分词库 当前呢 我就在这里导入一下 我就不导入在最上面了 我通过import导入一个这个接吧 当前呢 这个接吧 它是中文的分词库 它的安装方法呢 也是属于通过pip install 然后呢 指定这个接吧 去安装 这个接吧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生成 生成式的含义啊 是吧 但是呢 它实际上它的功能 它就是用来做中文分词的 像这个中文 它的一个词汇 它可以把词汇 把它分割开来 怎么分割呢 注意 当现在在这里呢 我通过这个接吧 点上一个air cut 点上一个air cut 它就是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就传入一个数据 把我们读取到的这个数据呢 把它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呢 注意 它就会得到当前 我们分词之后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呢 我用一个txt 我刚一个list 这个面量接收 完了之后呢 我给大家通过brand 来打印一下txt list 它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列表 反归的就是一个列表 然后呢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爆红的地方 对 其实这个爆红啊 它并不是爆错啊 它是当前执行分词的时候呢 给你显示出进度 比如说呢 当前呢 它是已经创建了一个任务一样 然后呢 这个任务 所对应的这个资源地址在哪里 然后呢 这个分词 它所消耗的时间是多少秒 对吧 然后呢 最终的结果是successfully成功 对吧 呃 所以说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咱们就已经啊 实现了一个分词的效果 啊 之前的换页还没写完 能截图发现吧 呃 这个截图也没必要了吧 啊 你可以找我们客服老师啊 拿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录播 好吧 你课后呢 你可以拿 拿录播呀 你具体的 你想看几遍 你看几遍 好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些资料都会给你们 这些说客户呢 你们学习啊 其实绝大部分的一个自主性在你们啊 好吧 然后呢 这里面我已经是不是实现了一个分词的效果 当前这里的一个分词呢 有你以为 你已经 然后呢 这里面的一个分词 它是不是 我把前面的这个给他答应一下啊 呃 这个分词呢 就是我们当前 呃 这个影评词汇当中啊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个词汇啊 把它经过这个词语的一个分割 对吧 比如说你 以为 呃 呃 还有这个妈妈 对吧 等等 他会把这词语呢 把它分割开来 所以说当我们分割完词语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一些其他的操作 对吧 特别是呢 注意啊 我们分割之后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输出一下 就是 分割之后的结果 这是中文分词以后的结果啊 它是一个列表 对 它是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呢 我还是要把它的形式呢 把它转换一下啊 把它转换一下啊 当下呢 我接下来 首先我要把这个列表的形式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处理 好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接下来去做一下吧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列表里面的这个词语 把它合并一下啊 把它合并一下 好吧 然后呢 怎么合并呢 直接通过字符串的方法 比如说在这里呢 我写一个空白的字符串 一个空格 然后呢 点上一个join J-Y-N 呃 字符串的join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列表对象里面的元素 把它进行一个合并啊 合并之后呢 注意 当时呢 我就用一个呃 S-T-R-I-N-G 比如说我用一个Stream1这个变量 去进行一个接收 好吧 呃 接收完成之后呢 当前啊 注意 我就给大家再次通过Brand 就打印一下Stream1吧 然后呢 这是合并之后的这个字符串 呃 合并之后的字符串 啊 合并之后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在这里给大家运行一下 对吧 呃 合并之后的一个字符算呢 在这里 哎 怎么那么长 啊 在这里我给它换行了 再次运行一下 啊 啊 哎 这里怎么 哦 这是下 这是中文分次之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呢 合并之后的一个字符串 是吧 因为字符串当中呢 其实有什么 有这个换行符 是吧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它有换行符的一个显示 是吧 所以说当前我们拿到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来可以做一个 呃 我们这个磁云图的一个制作 那么关于磁云图的一个制作呢 首先啊 就会用到我们之前啊 呃 所需要用到的这么一个图片 注意啊 这个图片 它是一个透明图片 啊 它是不是就是贾玲当前这部电影的一个作者 啊 这部电影的一个导演啊 然后呢 我要最终要实现一个磁云图 磁云图的这个轮廓 我就根据它这个图片的人物轮廓去制作 好吧 关于图片的这个人物轮廓呢 我首先要根据一个模块去导入一下 呃 比如说 当前啊 我在这里我把图片把它给复制一下 把这两个文件啊 把它全部给它复制一下 好吧 复制粘贴到我们当前这个项目里面去 啊 好 当前这个项目里面就有这张图片 对 然后呢 我首先我要用到这个图片呢 我首先啊 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什么呢 导入一个图像处理模块 这个图像处理的模块呢 叫做一个imageio 呃 img img imageio 然后呢 这也是第三份模块 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装一下 啊 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装一下 啊 装好之后呢 我要用到这个imageio去 读取一个图片文件 啊 通过这个imageio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一个imread 去读取当前这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文件名字是甲铃 对吧 甲铃点上一个片镜 对吧 我首先把它给读取出来啊 读取出来之后呢 我用一个img 这个变量去进行一个接收 好吧 好 当前呢 这个是我要用到的一个图 词云图的轮廓 词云图的轮廓 词云图的一个轮廓 好吧 然后呢 当下啊 嗯 扣图水平有点糊 这个扣图 我是随便扣的一张图片啊 就把它的这个背景图 把它改为了那个 呃 这个空白的 或者说那个 透明图片啊 透明图片 因为当前呢 这是显示的一个格子 你们在这里可能没看到啊 它是不是后面就是这些格子啊 有这些格子的 它就是一些透明图片 好吧 一定需要用这些透明图片啊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图片轮廓的话 好吧 然后呢 当前注意 在这里呢 我就导入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导入之后呢 接下来 我要进行一个 词云图的设置 词云图 词云图 词云图的设置 我要把它设置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呢 首先啊 导入下一个模块 通过import 导入一个什么呢 导入一个这个word cloud word cloud 同样的也是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去装的模块 word cloud 然后呢 当前在这里 我通过这个word cloud 然后呢 点上一个大写的word cloud 其实这就是我们实力化的一个方法 大写的word cloud 光内部当中呢 就是你需要把当前这个词云图设置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设置它的这个图片的这个宽 比如说呢 位置 图片的宽呢 我设置成1000个像素点 好吧 这是什么呢 这是图片的宽 图片的宽 还有呢 图片的一个高度 图片的一个高度 高度的话呢 是height 图片高的话呢 比如说你也可以设置成1000 也可以设置成800 700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 然后的话呢 当前往后面去走 还有这个图片的一个背景颜色 图片的这个背景颜色呢 就是back ground color 比如说我把它设置成什么 把它设置成这个黑色吧 黑色是black 把它的背景色设置成黑色 背景色设置完了之后呢 还要设置它的一个字体 字体的话呢 通过foundpass 然后呢 咱们可以直接指定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呢 通过我们指定成msyh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一个ttc 好 这个字体呢 它是什么字体 它就是我们当前系统 它会自带的一个字体 叫做什么呢 叫做我们这个微软哑黑 微软哑黑 微软哑黑的这么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在我们当前系统下是有的 我们可以直接指定这个字体的名字 就可以了 好吧 这系统自带的 然后呢 我们写完之后呢 当前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什么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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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当前这个mask 它就是我们 制作词音图 所用的图片 图片是不是我们之前读取出来了 对吧 那么我就通过这个mask 把它的图片文件对象呢 把它写到这里 这里呢 要加一个逗号 要加一个逗号 对吧 然后呢 当前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我们当前这个 词 词 云 图 所用的图片 像我们图片的话呢 它会根据这个图片 指定我们图片的轮廓 去把我们词语 把它显示在我们图片上面 是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scale 通过这个scale 设置我们字体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我首先 把字体大小 设置成默认的15 就是字体大小 像我们这个词语啊 如果说词语 它出现的频率很高 那么我们这个字体的大小 它会越变越大 它的默认大小是15px 对吧 15的一个字体大小 然后说这个字体 如果说它的出现的频率 这个词语的出现频率很高 那么它就会字体会越变越大 好吧 越变越大 字体可以直接写名字吧 怎么可以啊 这里是直接写可以的 因为微软雅黑 它是我们这个系统自带的 它是我们系统自带的 它可以直接写 然后的话这里呢 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我们这个停用词 停用词的话呢 是通过这个stop stop word 像停用词 它有什么用 停用词 关于这个停用词 它就是我们在中文词语当中 它并没有特殊的含义 比如说像有一些借词 数量词等等 它是不是没有情感含义 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停用词 在这里呢 我有一个cn 点上一个这个stop word 点上一个txt 这是我们关于停用词 这些词语如果说一旦出现 它都是没用的 没用的词语 我们不用显示在我们词云图当中 所以说关于这个停用词的话呢 我把这个停用词的文件 把它给它读取一下 当然现在在这里的话呢 我在这里呢 它需要接受一个集合 它需要接受一个集合 那么这个集合的话呢 来我们把这个集合上把它写一下 首先呢 我通过这个列表推导式 去读取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文档当中的一个词语 停用词读取一下 怎么读取呢 咱们可以通过 构建一个复循环 这是一个列表推导式 比如说我附一个line 印一个什么 印一个我们这个 打开一个文件吧 通过open 打开这个cn 打开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呢这个文件的这个model模式呢 我用这个read模式 去读取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呢指定它的这个encoding 指定它的编码呢 为utf-8 首先是我打开的这么一个文件 对吧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呢 咱们直接点上一个readlines readlines 它是一行一行的读取文件当中的数据 对吧 读取出来之后呢 当前注意 在这里呢 读取出来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line 我肯定是有用的 对吧 这个line的话呢 它读取出来 它肯定前后端有两个空格 所以说呢 我要通过这个line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一个strip 去除字符串 两端的一个空格 去除字符串两端的空格 然后呢 当我们代码写到这里之后呢 注意 当前我需要用一个set 把它强制转换成一个什么 把它强制转换成那个 集合对象 把它强制转换成一个集合对象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 报错 报错是前面 有多号 我来看一下 for一个line 打开一个文件 open 这是文件的名字 然后model encoding 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括号 少了一个括号 这里少了一个括号 这是 括号 打错了 是吧 然后呢 当时在这里呢 我要需要传一个集合对象 是吧 这是我设置好的这么一个词运图 当我们设置好词运图之后呢 接下来啊 在我们需要再给词运图输入文字 啊 输入文字该怎么去输入呢 首先这个词运图我设置好了之后呢 比如说我用一个wc 这个变量去接受一下 对吧 用wc变量接受之后呢 这个变量 它呢 直接通过wc 点上一个什么呢 点上一个generator 啊 点上一个generator 对吧 然后呢 在词运图当中输入文字 文字是不是我们之前处理过的 这个stream1 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词运图当中 输入的一个文字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停用词 注意 这个停用词 就是我们读取出来的 这些停用词啊 如果说碰到 类似于这样的词语 它不会显示在我们词运图当中去 好吧 所以说当现在这里呢 我就直接把这里的一个文字 把它给它输出一下 啊 输出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词运图把它保存 保存 词运图 怎么保存呢 通过同样的wc 点上一个to file 啊 点上一个to file 然后呢 这个图片的这个名字呢 我们要在框当中去指定 比如说呢 我指定out 点上一个output吧 输出的一个结果 output点上一个png吧 啊 output点上一个png 最终的话呢 最终的话呢 当前在这里呢 当我们右键 点击运行 在这里它是不是程序主射了 对吧 然后的话这里有一个报错 我看一下什么报错 呃 wc 点上一个to file 这里的话 png int is too large to current to c alone 这里的话 诶 这里的一个词运图 它报的这个错误 它是长度出错了嘛 像我们这里的话 翻一下吧 呃 硬的类型太大 无法转换成这个c类型 当前这是哪个报错 我看一下 它对应的是保存磁云图 这里发生的一个报错 to file 对啊 是to file 呃 这里的一个报错 我看一下 output点上一个png 是进一输入的一个文字 也是没有 诶 没有错误的呀 看见 检查一下吧 前面的这些词语 前面是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一行给它注视一下 看一下这样 这样的话运行有没有 报错啊 啊 这样是没问题的 啊 这样是没问题的 然后主要来说就是这个方法发生的一个报错 啊 那么我们来就是尝试去看一下吧 啊 比如说这是一个wc2一个file 这个方法应该不会错呀 保存磁云图通过wc这个对象 这数据太多了吗 我再次运行一下吧 overfollow error 这是因为数据量太大了吗 我来看一下 这是停用词 然后数据量的话呢 在这里我来看一下这里的数据量啊 数据量是两两百行左右 两百行左右的一个数据量 呃 然后的话呢 这里的一个词运图 直接保存 应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我看一下啊 当前im点上一个new im点上一个new 这里的话 我看一下这里的一个逻辑啊 to image 然后的话 我看一下它的圆码吧 呃 通过img点上一个to image 然后它的这个大小 我看一下它的圆码指定的大小是多少 to file 翻一下 呃 导出到图像文件 然后呢 这里是location retro 写入的一个位置 这里的话 它没有 也没有指定它的大小啊 好 也没有指定它的大小 再次点击这个吧 这是背景色 然后点一下它 pil im点上一个new 这个size 应该是这个大小吧 这个大小的话 诶 是图像的大小吗 我来看一下啊 图像的话 我指定的是800 我把它改一下吧 呃 把它改为700吧 也 也不是这个图像的大小 这里的话 把它 把它这里 图像的大小 我指定的是 呃 看一下这张图片的大小吧 这张图片的 它的大小 这个详细信息啊 我来查看一下 属性 嗯 它的这个详细信息 它的这个像素值是557 然后345 557和345 哦 修改一下吧 557和345 557 然后呢 是345 不确定 是不是图像的大小问题啊 嗯 同样的也是 报的这么一个错误 呃 passen is too large to cover to see a long 不是1000的问题啊 呃 图像大小 当下这里的话 代码 诶 代码的话是没有 报错的 把这个数据 把它改一下吧 呃 比如说这个你好李宽英 把这里的数据呢 把它改为100吧 把它改为100吧 然后呢 我们再次来读取一下 嗯 也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了 好吧 还是我当前的这个模块有问题吗 我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模块给它删一下 呃 World Cloud 首先呢 我通过Pipe Uninstall install 然后呢 把这个World Cloud 把它给它卸载一下 呃 卸载完成之后呢 我重新装一下 可能是 模块 有 之前有老师改了吧 不确定啊 改了之后呢 来加载一下 好 咱们来运行看一下 嗯 也是发生的这个报错 啊 那么这个停用词太大的话呢 因为我之前下午的时候呢 我去运行我的代码的话呢 它是没有发生这个报错的 至于说这个停用词 一般来说 它是不会发生这么个报错的 因为停用词的话呢 它是需要自己去指定的 好吧 像如果说呢 如果说你不想用停用词的话呢 那么嗯 我就把这些你呀 这些 我自己去指定吧 好吧 呃 比如说像有一些你呀 还有得呀 等等之类的 我自己来指定的 我自己来指定吧 我自己来指定吧 这里的话 呃 这里的话我直接通过这个 传一个集合啊 我就直接传一个集合好吗 欢迎这个停用词传一个集合 比如说啊 有这个你呀 你的之类的 对吧 还有像一些这个中文的这个逗号啊 句号呀 等等 对吧 我先把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符号把它放到这里吧 然后呢 我就先放这四个吧 我看一下能不能够成功啊 那也不是停用词的一个问题啊 这是个什么问题啊 我去 我今天下午在另外一台电脑上都能够运行啊 这是 over 一出错误 一出错误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 相当于这里的一个读取文件 哦 读取文件的话呢 那看一下 不是图片装不下啊 嗯 关于这里面的读取文件 嗯 我就换一种读取方式吧 比如说呢 在这里 我通过这个withopen啊 withopen as一个f 这个读取文件的一个艺术错误呢 它有时候是涉及到一个文件的一个占用啊 好 首先读取出来了 读取出来之后呢 下面 下面我再次来 运行吧 因为这里文件的艺术错误 只有涉及到一个地方读取啊 读取文件 读取文件也没有错误 嗯 txt的一个文档 排一下吧 排一下 这里突然发生了这个爆错 一出错误 我来翻一下 一出错误 它主要是 嗯 im点上一个new 这里的一个size 是我传进来的size吗 嗯 关于这个size 我来看一下 翻一下 呃 size一个两个圆组 包含 呃 宽度 高度 以像素为单位 关于这个像素单位的话呢 诶 也不应 也不应该会发生这么一个爆错 第二个就是 back color 数据类型不合适啊 这里也不是报的一个type error 也不是报的一个这个数据类型错误啊 好吧 首先我来自自动的来排除一下吧 因为这里的一个爆错 它就是报的最后一行 如果说报的前面一行 我还容易定位一下 报的最后一行 就大概率就是一些呃 模块的一些传参的一些错误啊 像这里的一个pil模块 我看一下pil pil 还是pil有问题 6.2.2 6.2.2 这是 pil模块吗 呃 这个pil模块 我去搜一下稳定版本的pil模块 3.6所对应的pil模块啊 3.6 嗯 pathon3.6啊 5.3.6对应的这个pilowpil模块 版本 看一下啊 这里是pil模块 它的版本 因为现在pil模块的话 对应3.6的版本 它是有一个版本号的啊 我具体来说 不清楚这个版本号是什么啊 我来找一找吧 嗯 这是pathon2的版本号 然后呢pil模块 pathon3pil模块 看一下 这里都没有写它的版本号啊 我之前记得好像不是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太新了 这是pil模块 也是一个pilow处理的一个库啊 这是6.2.2 嗯 我去尝试去改一下它的版本号吧 比如说呢 我通过pip on install 嗯 嗯 卸载一下pilpilow pil模块 pil模块 y确认 然后的话呢 咱们通过pip install 安装一下pilow 指定它的版本号 比如说我直接指定 整更新一下吧 7.1.2 嗯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把它给它重新运行一下 嗯 同样的还抱着这个错 这个错误我就有点烦啊 Python int is too large to cover to seal long 译出错误是哪个译出呢 是图片译出吗 问题是我这个数据 我都把它改为100行了呀 我都把这个数据呢 呃 需要读取的一个数据量 把它改为100行了呀 它这里的转换 究竟是在哪里转换出错的呀 还是多了 这个我觉得是 呃 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还是多了的话呢 像我们制作雌云图的话呢 100行都没有制作雌云图 它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对吧 比如说我换成30行吧 换成30行 它可能 也会报这么一个错误啊 所以说也不是数据量的一个问题啊 具体来说 排查一下吧 或者说 我把我整个的这个代码呢 我把它 重新复制一份吧 哦 影评辞运图02 好吧 然后呢 我把这里的代码呢 把它重新复制一份 然后呢 我再次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代码也没问题啊 首先是爬取数据啊 哦 这里的代码也没问题 我看一下 wc to file 然后呢 generator 这里是wc 我看一下我的啊 wc to file wc generator 然后呢 关于这里的一个停用词 wc 然后呢 这是img imread 合并之后的一个字符串 f点上一个read 这样的话 我 我这个代码是没问题的 具体来说 我看一下吧 generator 对比一下 咱们把这个代码一和代码二 咱们来对比一下 看一下 这具体的有哪个地方不一样啊 嗯 首先呢 是 呃 stuff words 停用词 对吧 停用词的话 首先先不改吧 那除了之外呢 还有这个 呃 mask fund path background 这个hat width 哦 字体大小 啊 我醉了 呃 这个字体大小的话呢 它需要设置成一个字符串啊 啊 这里倒是我没看到的 所以说也是这么一个参数错误吧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效果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我刚刚运行这个词运图的这么一个效果呢 看一下我们当前这个out out 点上一个png啊 啊 out 点上一个png 我们要看一下 呃 当前这么一个词运图呢 它是根据这个图片的轮廓啊 把这个图片当中的一些高频指挥给我们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呃 所以说当现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这个电影它的主题所对应的有哪些啊 比如说这个母亲对吧 妈妈 然后呢 甲铃 也就是说呢 当前我们在获取到的数据当中啊 在这里啊 获取到的数据里面 得到的一个数据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它就是字体最大的 发现没有 那比如说这个甲铃啊 电影啊 妈妈呀 母亲啊 还有一个 像一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词语是不是也要把它给大家去除 对吧 是不是也要把它给大家去除 呃 所以说呢 在这里的话呢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实现吧 好吧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实现吧 除了一点小插学 这个score 它的一个字体大小啊 它应该设置成一个字符串啊 啊 它应该设置成一个字符串啊 啊 这个裂开 这时啊 稍微有一个小细节没有注意 它就没有给你正确的一个效果 对 所以说有时候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编程啊 也不能 编程 是一个细致活吧 啊 确实是一个细致活啊 你稍微有一个标点符号 你搞错了 稍微你少了一点东西 你整个的结果是不是就不对了 嗯 这个情况还是特别常见的吧 好吧 还是特别常见的 像这个字体大小的一个溢出啊 啊 它开始报的错 这个错误是一个溢出 包括呢 我希望啊 大家课后的话呢 你能够 就在学习过程当中啊 你能够写一个 报错的一个文本 或者说你写一个报错的文档 就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碰到了哪一些报错 呃 怎么去解决的 大家都可以把这个错误把它记录下来 好吧 这个错误来说的话呢 之前我是没有碰到过的 待会呢 我待会也会去给它记录到 我之前呃 做的一个笔记当中去吧 呃 关于我们这个案例的讲解 呃 那么关于这个案例 有问题的同学可以问一下好吗 啊 有问题可以问一下 包括了这个背景色啊 其实这里面的一些参数啊 它都是可以改的啊 呃 这些参数它都是可以改的 呃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white 把它改为背景色改为白色吧 呃 呃 whi t 背景色改为白色 呃 最终的话呢 那咱们把它这里的一个 再次运行一下 这里运行第二个吧 这里我没改过来嘛 呃 这是磁音图2 黑色 white wh i t 外侧 这是我运行的磁音图 诶 这里为什么也爆错了 自己大小是 15 我之前这个事物是发生的这么一个爆错啊 它应该是一个interl型啊 再次运行一下吧 前面是我注视的数据采集啊 啊 前面是我注视的一个数据采集 采集到实验数据之后呢 我们来追踪看一下这个结果吧 呃 out点上一个pn接 那它是不是背景色就变成了白色了 对吧 是不是背景色就变成了白色了 所以说关于我们创作一些磁音图的话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代码呀 这里面这些参数啊 你们都可以自己改变啊 呃 都可以自己去改变 人访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